趁着凉爽春日儿童节 亲子和家旅行正式时机 游览车上带着石渡卫 脸上满是微笑 充满期待的孩子们 约翰牧区为旅行出发咯 古坑密封故事馆 一个台湾人创立的世界级蜂蜜王国 用说故事的方式 让众人了解到小小密封的大大影响力 漫步在云林虎坑绿色隧道市集中 闻着阵阵咖啡香 时时可见令人充满惊喜的农产品 或手工创意小一笔 吃喝玩看赏 台湾人创立就在这里 顶菜园 一个蕴藏着走过十年以上的社区营造故事 园区内处处充满惊喜 令人怀念起旧时代的种种 儿时回忆 翠绿的大草地上 孩子们开心地玩着童话 会小羊摇着铁马 而大人们则忍走一只頤鸭鞭 或摇跑地瓜 看着墙上或柱子上 有趣的标语 午后来到嘉义东石鱼人码头 人工沙滩内挤满玩白沙的孩子们 广大的草地在过去就是海岸 大人愜意地看着满天风针飞舞 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到温暖的家台南 好一趟舒服又复古的人文 自然为旅行 这趟旅行中看到台湾之美 听闻台湾人用心经营这片地图的美丽故事 台湾真好 上帝真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